但是如果說今天因為中研院做的研究有人不喜歡 結果不滿意甚至不合乎他自己不想要看到的東西就要砍預算 這件事情對不起我不管是當學者還是當立委我都沒有辦法忍受 10公尺的採樣點跟3公尺的採樣點數值代表1一樣嗎 不一樣但是現在民眾都不了解都把他認為一樣 所以當空氣盒子濃度很高的時候大家就嚇壞了 所以你們做出來結果讓民眾恐慌這個預算要刪 解釋不清楚意義不清楚基本研究都不夠就把他做網路嚇壞民眾 讓民眾不信任監測這樣的數據 這完全沒有考慮清楚 上一次有立委在質詢說我們資訊所的研究員去做空氣盒子 罵了一頓說這種預算要刪 我看了資訊所的那個誠信研究員 他做了整件事情跟環保署跟NGO跟非常多的民間團體合作 用一個兩三千塊的東西讓一般的民眾他可以即時的知道他自己住家外面 他呼吸的到的那個高度的空氣品質是怎麼樣 決定要不要外出做運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阿 你接下來大數據要怎麼分析要怎麼更精密 這個我都贊成阿 結果 這個計畫阿 是我們的數位政委唐鳳 在10月的時候 跟Care International的創新長 Vanderbeck 在進行對談的時候 他特別提出來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在做的空氣盒子 如果在東亞其他任何的地方 會被視為對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威脅 他認為這個空氣盒子 真正體現了我們正在解決當地環境問題的事情 他對空氣盒子有他的讚美 在跟國際NGO講的時候 還特別講了這個計畫 民間的參與政府的合作 結果呢 空氣盒子測出來的數值 有人看得不高興 要塞預算 中央委員的立場是什麼 捍衛到底 還是這個研究我們以後不做了 那個 回答這個黃委員的質詢 我想我們會捍衛我們學術的立場 不會說因為這樣就刪這個預算 不是還會學術的立場嗎 是 我要拜託副院長喔 把我今天質詢的內容 你可以原原本本的給院長看 好 如果今天一個學術的人 連這個基本的風骨都沒有 院長連這個高度都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不僅是中央委員的同流會心寒 這個社會上面一般的民眾都會心寒 我更不要提 社會與這些空氣盒子 這麼多的人 謝謝主席喔 我想先 首先請教一下 中央委員黃副院長 我自己過去在中央委員 從2006年服務到2015年 在中央委員法律所服務 在過去的那段時間當中 我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我們中央委員過去的法制作業 真的很不足 所以當我是一個研究人員的時候 我其實跟院內喔 速度建議 看要不要成立一個法務長 那因此你們這一次 透過修 處務規程的方式 來增設法制處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我是贊成的 那只不過我是覺得蠻納悶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們 竟然開委員會去審一個中央委員的處務規程 這個行政命令等級的事情 我是充滿了困惑 那不過沒有關係啊 那我想可能今天委員會過了以後 或許未來我們法律圈的學者 然後再來評事一下 說本委員會今天到底在幹嘛 但是我今天啊 要問的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啊 也就是 當政治力干預學術研究的時候 中研院的立場是什麼 我自己過去在中研院當研究員的時候 因為參與公民運動 發起反媒體壟斷運動 那個時候有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揚言要刪中研院法律所一半的預算 作為當時院內的一個研究人員 我必須老實講 我對院有一份愧疚 但是我充滿的是悲傷跟憤怒 中研院的研究同仁 研究做得好不好 當然必須要接受學術社群最嚴格的檢驗 不合格的研究人員 該fire就fire 沒什麼好說的 要不然中研院對不起納稅人 憑什麼每年拿那麼高的預算 中研院在對研究同仁 任何研究作品研究品質 進行強力的把關 我是100%認同 但是如果說 今天因為中研院做的研究 有人不喜歡 結果不滿意 甚至不合乎他自己 不想要看到的東西 就要砍預算 這件事情對不起 我不管是當學者 還是當立委 我都沒有辦法忍受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什麼 中研院 不管是院長還是副院長 有沒有站在中研院應該有的高度 站在當初我們的中研院應該有的高度 對於這樣的事情展現出中研院的風鼓出來 上一次 有立委在質詢 說我們 資訊所的研究員 去做空氣盒子 罵了一頓 說這種預算要刪 我看了 資訊所的那個誠信研究員 他做了整件事情 跟環保署 跟NGO 跟非常多的民間團體合作 用一個兩三千塊的東西 讓一般的民眾 他可以即時的知道 他自己住家外面 他呼吸的到的那個高度的空氣品質是怎麼樣 決定要不要外出做運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 你接下來大數據要怎麼分析 要怎麼更精密 這個我都贊成了 結果 這個計畫 是我們的數位政委唐仲 在10月的時候 跟Care International的創新長 Vanderbeck 在進行對談的時候 他特別提出來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在做的空氣盒子 如果在東亞其他任何的地方 會被視為對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威脅 他認為這個空氣盒子 真正體現了我們正在解決 當地環境問題的事情 他對空氣盒子有他的讚美 在跟國際NGO講的時候 還特別講了這個計畫 民間的參與政府的合作 結果呢 空氣盒子測出來的數值 有人看得不高興 要塞預算 中央院的立場是什麼 是捍衛到底 還是這個研究我們以後不做了 謝謝 這個 回答這個黃委員的質詢 我想我們會捍衛我們學術的立場 不會說因為這樣就 這個去刪這個預算這樣 會捍衛學術的立場嗎 我要拜託副院長喔 把我今天質詢的內容 你可以原原本本的給院長看 好 如果今天一個學術的人 連這個基本的風骨都沒有 院長連這個高度都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不僅是中央院的同流會心寒 這個社會上面一般的民眾都會心寒 更不要提 社會魚這些空氣盒子 這麼多的人 下一個喔 前幾天 前幾天 高教工會 他們提了一個非常 嚴肅的事情出來了 就是說 我知道我們現在的那個助理 他有分學習型 跟僱傭型 但是高教工會 他所提出來的內容 他在請教的事情是說 中央院他看很多我們在助理真人的廣告的時候 他們看那個內容 明明就是 有在提供勞務之服務 不管是幫我們的研究同仁 分析Data 分析資料 營運東西 那但是中央院 要不然呢 就是用所謂的 呃... 講附身 要不然就是用所謂的 承攬的方式去處理 那讓這些 本來應該要享受 勞動權益保障的兼任助理 他們都沒有辦法享受勞動保障 這件事情 中央院能不能夠承諾我 再進行重新的一次檢討 該提供人家勞務保護的 要提供人家勞務保護 應該有的勞動權益保障 要做到啊 副院長可以嗎 我們回去會再檢討 因為這個牽涉到人事的問題 對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齁 中央院如果因為要提供這些兼任助理勞動保障 導致預算要增加的話 你們就勇敢的編啊 我提供人家合法的勞動權益保障 我應該要有的預算是多少 我就合法的編嘛 你到立法院來捍衛你的預算 就講得正正有詞啊 所以我中央院不可能因為要省錢 把應該給人家有的勞動保障 要投保勞健保的 不給人家投用勞務承懶的方式回避 這種事情中央院做不出來 如果中央院有這個高度 在立法院講這樣子的話 大家都會給你們鼓掌 但是中央院不能夠說 你一方面又不講那樣的話 另外一方面又偷偷的用講助聲 用勞務承懶的方式 我有知道各所的所長頭都很痛啊 因為我自己之前當過研究頭人 所長就頭很痛 就沒有錢那要怎麼辦 那研究頭人又希望大家都能夠有助理 但是錢就沒有 那如果是牽涉到合法勞動權益保障 而應該有的預算 你們該講的話就講嘛 副院長可以答應我嗎 可以齁 來最後一個 教育部次長 我上次喔 問你喔 說 大學的教授 沒有經過學校書面同意 跑去外面當董事 當讀懂的 你們之前教育部的立場表白得很清楚 違法 好 那你們後來清查過了以後 有50%的教師是違法 兼任讀懂的 上次我請教次長的時候 次長告訴我說 好 查出來有50%兼任 是違法的 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你們現在處理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台灣社會有很嚴重的問題齁 就是說 每一次新聞的風頭上 大家大討徹 特吵 吵完了以後 大家遺忘 沒有人追 但這件事情我一定會追下去 教育部既然說是違法的 那這些50%兼任的違法董事 責任追究到哪裡 每個大學都要給這個社會一個交代 而教育部就是在監督 這些大學 你們到底是自己關起門來私了 摸一摸就混掉了 還是真的有一個完整的結果出來跟社會大眾講 所以這些的違法 我們該怎麼處理 針對這件事情 市長 您認為教育部 什麼時候可以從各個學校 清楚的了解到 這50% 違法兼任的人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上一次委員在質詢之後 我們大概要請各個學校 那麼針對這個有違法來兼職董事的這個部分 請學校的部分去做一些的這個處理 我知道啊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內容 我已經講的東西 您不用再複數一次 我需要的是答案 什麼時候給台灣社會一個交代 那一方面 教育部這邊也在針對那個 呃 兼任董事的相關的 這個相關 市長我這樣講 實際的關係 年底以前 可以有一個結果嗎 呃 我們可以針對各個 現在目前處理的情形 再跟委員 所以從夏天開始 到年底 大概也超過半年的時間了嗎 我們一個國家 連這種事情半年處理不完 那我們還要處理什麼事啊 呃 因為大學的老師 兼任這個職務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學校 所以我了解吧 所以我才說 拜託教育部 去告訴這些大學 有一點基本的樣子好不好 是 不要因為是大學教授違法 自己關起門來就要私了了 不可以這樣做 市長可以答應我嗎 呃 謝謝委員 好謝謝 好回應一下 黃國昌委員 剛剛提到的